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当主持人这么多年 也会遇到一些很曹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确实也露不住火 这很正常 你觉得我这种反应很正常吗 正常 对不起 你还是要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去面对那个现场 不想面对的话就不要面对 可是节目录了一晚 我还把当事人给热毛了 你反应这么过激 一定是事处有因 如果你不想说 我也不会问你 你的心理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但是录制现场的问题 我一定可以解决 所以你要不舒服的话 就回家休息休息 这里有我 你放心 你确定你能解决好吗 这么久了你还不相信我 谢谢你 放心吧 那我先回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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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儿 廖律师呢 她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让她先回去了 节目录一半 你让廖律师走了 什么情况 该她解释的法律内容 她已经解释完了 后面我们就按部就班 桃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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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雷佳现在发飙了 人家当面说要让廖律师说个明白 咱就算继续录节目 他们肯定不配合呀 你现在是不相信 你领导的业务能力呗 继续录制 多余的别想 走 啊 完全没有 我可否听不认同 你领导的 你领导的 不会是 不相信 就帮不放 海里 或是 What 你领导了 我 是 我说你这些 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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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吗 我是不是说过了 当然不是 这是我亲自给您泡的 菊花架枸杞 双倍去火 去火的 你从哪儿看不到 我上火了 不是 不是 我主要就是怕您瞎想 这种事吧 容易产生误会 但是您想啊 就那小白鸟 怎么可能是吃菱姐 喜欢的菜呢 不可能就 说的一副 你很了解牛之灵吗 那你告诉我 牛之灵喜欢什么菜 但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单纯在想给您宽宽心 你现在 去找佩特了吗 跟楚洋跟资料都给我找来 什么啦 谁 就是那个小白鸟 跟她的公司 什么啦 到底什么 气什么火 你给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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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想看你一句 我上火呀 我喝它干吗呀 我给你俩俩俩 喝了它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 就是知底知笔百善不代嘛 我马上去给您弄情 您喝 喝了它 喝一口 你笑回来烫到我了 烫不烫 烫不烫 是有点 我给您放凉了再拿去了啊 我马上去 又想赢我 这一天天的 这一张还不错 这一张不行 这一张不行不行 你别删呀 这不挺好的吗 谁让你进来了 客厅都已经打扫干净了 老板 你的行李我也放好了 厕所呢 那么长时间没用 要彻底消毒 都打扫过了 现在呢 就差您这个房间了 那就再打扫一遍 老板 你说这都几天了呀 你怎么还生气呢 我就是跟廖王律师开玩笑的嘛 拿你老板开玩笑 还说我是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就说随口那么一说 老板 你可瞒了 你一点也不瞄 那我是不是还得感谢你啊 出去 好好好 那你先忙啊 我一会儿再来收拾 要是 怎么了 怎么了 磕着了吗 伤哪儿了 碰到伤口了是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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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让我看看 我 我没事 我没事 碰到头了是吗 让我看看你伤口 我没事 别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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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瞒你说呀 今天紧张死我了 说实话啊 虽然没听懂你刚才到底讲的是什么 也许就是代表一些城市的未来 但是你在台上表现得非常地自信 潇洒 我哪儿来的自信呢 我今天一上台我就看见你了 我不是 看见你前夫啊 他就坐在离我不到五米的地方 死死地盯着我 看得我是一身的汗 我只要跟他对视超过十秒钟 估计我词都忘了 就他那表情 跟刀子一样狠狠地盯着你 我当时就在想 这传说中的死亡凝视 应该就是这意思 他要是知道你今天被他这么一钉 吓得得了 说不定晚上就找几个朋友 一起去炒烤店 露串庆祝 真的假的 他还高兴 就他那表情 恨不得把我撕下来 晚上烤肉吃 你怎么不吃啊 我不吃 你吃吧 吃吃吃 中午就开喝了 是波尔多的吗 波尹基 你现在开始跟踪我了 你太吓死我了 跟踪 谁跟踪你 我需要跟踪你吗 你的车子我随时可以定位 你还在我的车子上装定位 监视我 你忘了吧 你的车是我买的 当初装定位 也是为了你的安全 用不着 再说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定位找你 如果你愿意接电话的话 连这一次都可以省 李总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我之前啊 开发了一个软件 跟这个汽车手机 是联网的 用起来非常地方便 非常地实用 有人跟你说话吗 不是 我就是 温馨提示一下 我不是来跟你说什么 设置定位的事情 那你找本 你跟我来 不是 这犯 坐下 说吧 怎么回事啊 谁啊 谁不谁都跟那什么关系啊 李恒基 李恒基 咱们俩离婚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的事你别管 刘士林 你不讲理啊 当初你说你把我放出去 是想看看我还能不能够回来 你是在给自己找出路啊 李恒基是你不讲道理 我给你自由 我当然也给我自己自由了 你要觉得不公平 你也可以给你自己找出路 那小屁孩哪里好 你想想啊 当初要是咱们一认识 就生了个儿子 也该这么当了吧 李恒基 我告诉你 我跟那个小屁孩在一起 我很快乐很轻松 我就是愿意和他在一起 从今天起 我们正式地划清界限 再见 拜拜 来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丢了 麻烦给我点空间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好 难为你了 林凤 还过来照顾我这个老废物 嫂子 你别这么说啊 林凤 今天辛苦你了 赶紧回家吧 不急 一会儿 我还帮你给嫂子做理疗呢 那我去下锅面 咱们三个人对付一口 嗯 谢谢你 不用 嫂子 电话 黄黄 什么事啊 出去吃饭啊 你之前也没跟我说一声啊 我这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要不这样你和你爸先吃 别等我了 好 林凤 你还是先回去吧 不用了 话还没说完就给我挂了 行了行了 不要打了 挂了吧 挂了吧 不接了 你妈妈要是不来 就随她去吧 咱们先吃 吃完了给你妈妈打个包 一样 爸爸 咱们一家三口 多长时间没有一起出来 好好吃顿饭了 这我就不明白 你说这广场舞有什么好跳的 这连饭都不来吃啊 廖王大律师 你是不是收集到了 你妈妈经常在这儿跳广场舞的资料 所以故意地把饭局安排在这儿 你还想收集什么资料啊 廖大教授 制作者 非你莫属 廖大教授 我敬您一杯 慢 要用这个 用这个有诚意吗 讲究 行 敬您了 您干了我随意啊 不错 不错 好烫 廖大教授 有个问题想采访您一下 这林峰是你喜欢的 这偏偏不招家 偏偏去跳广场舞去 您都不去看看他 你说一家人老聚在一起 多没意思啊 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嘛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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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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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惊喜 知道爸爸爱吃蘑菇 还是望望知道我爱吃什么 还行吗 不知道你没吃饭 特意给你点的 趁热吃 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啊 我听说今天节目又出了点状况 我们不要在乎过程 我们要的是结果 物业公司已经答应老雷佳 给她一笔装修的费用 老雷佳呢也答应 把剩下的费用补齐 把302恢复成原状 物业公司承诺了 菲菲可以直接去上班 菲菲也表示呢 上班之后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而且她把网上的那个团队啊 都解散了 从这个调解的角度来看呢 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了 但是我听说今天在节目现场 廖律师突然情绪失控 提早离场了 既然丁宁什么都跟你汇报了 你还问我干吗 倒是你啊 两份粥 一副碗筷 没有小票 说吧 姐姐 刚才在哪儿喝的海鲜粥啊 跟谁啊 没 没跟谁 就 就我自己啊 你知道了 不是都说过了吗 在单位里不要谈私人的话题 我觉得吧 那个小男孩 你是肯定看不上女人 粥不烫是吧 吃饭也堵不上理解 赶紧吃啊 吃了赶紧走